字幕提供 來接下來開箱這個刮葡萄 這刮葡萄非常非常厲害 這這麼大包 裡面有26路 加上多少錢 加上才189元 所以等於裡面這一隻 只要7.27塊 超級的便宜 哈囉大家好我是DeeNanLin 今天又來到我們大家最期待的 好事多企業 我們今天一樣要延續上一集 我們來買好事多裡面最便宜的日流品 你一直好說很多自由品牌嘛 還有很便宜的商品 大家其實都不太敢買 所以我們今天繼續來開發一下 我說裡面最便宜的日流品 但尤其也是我自己用過推薦的 現在就馬上進去看 有什麼好用的東西吧 GO 我們現在來買每天早上會用到的三寶 牙線素口水刮鬍刀 這牙線我覺得比外面的 細的那種還好用 因為它是寬寬的 因為它非常滑順 回去用給大家看就知道 這邊買又要比全聯更便宜 好我們現在來買素口水 自由品牌柯克蘭的 超級便宜 這個1公升 每毫升才0.08 一般的理事的人 每公升要0.18 這個硬生生又便宜了 兩杯多 好這是來買這個刮鬍刀 因為刮鬍刀其實 大家有在刮就知道 一支要300多 可是它這個一支才7塊錢 而且它又有那個凝膠 超級好用 我用了好幾個 現在買回去 好因為上次我買的洗衣精都錯了 很多觀眾都推薦這個 PERSELL的洗衣精 4公升 679 其實跟它那個價錢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們買去用看 看觀眾是不是對的 好我們現在買每天都要用到的保鮮膜 可是因為它保鮮膜有兩款 一個這個是兩路的 跟這個是一個 這超大的 一個就比這個兩路還要大 可是一般家庭的話 一般人沒辦法用那麼大 因為不好放也不好辦 所以我們就選這個兩路了 非常便宜 好我們現在來買每天都要吃到的雞腿肉 如果每天吃雞胸的話 我覺得真的太膩了 這個稍微的 貴了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每天吃起來更爽 所以我們就回去買這個 吃吃看 而且它比全年又更便宜 好這次我們來買冷凍花椰菜 上次推薦給大家的菠菜 大家非常喜歡 可是呢 一直吃菠菜也會膩喔 而且我自己其實平常 滿討厭在外面買花椰菜 因為處理也麻煩 很多醜 買這個冷凍的剛剛好 方便省時間 那我們回去吃吃看 好我們現在來買牛奶 可是你也其實不瞞各位說 我有鹿糖不內症 所以今天特別推薦給大家這個 非常好喝的 無鹿糖牛奶 我自己喝了好幾罐 這一次買個三罐回去喝 好就這樣子 好我們總共買了7000多 冰箱這邊 肉 還有這邊 我們再一一為各位做開心 現在我剛起床 馬上去開箱一下好事都最划算的東西了 不要懷疑我現在真的是剛起床 早上起來一定要幹嘛刷牙洗臉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牙餡 我真的很喜歡用牙餡 超級喜歡 好現在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這個 歐樂B的清潔舒適牙餡 薄荷口味 可以看到它一個包裝裡面是有六露 可是老實說 這個並不是最便宜的東西 因為其實牙芡啊 我之前還有買過這個 現在是用這個 這也是歐樂B的 這個比較便宜老實說 可是呢 我覺得 就沒有這麼好用 好是說這一款的牙芡 我大概猜開給大家看 大家就懂為什麼要用 它六露的話 一個是44公尺 之後平均一個是76.5元 所以比外面市售的這一種的話 一個差不多是50元 再貴了一點點 現在馬上猜開給大家看 它這個六露齁 裡面其實可以用這個 用很久 你看喔 你打開一看 注意看 它的牙線 它是寬寬的 來我去拿另一款給大家對比一下 這是我剛才講的 外面一般普通的群人 潮池賣的那種歐樂B牙線 這牙線可以看到 它是細細的 擺斷給大家比較一下 這一個跟這一個 來很明顯看到差別吧 上面那個是外面普通賣的 下面那個是好濕落的 那為什麼我會說要挑選寬的呢 因為其實我自己牙齒是非常敏感的 我有敏感性牙齒 所以我的牙齒呢 會比較萎縮一點 所以常用這種 細的這個牙線 比較容易卡到那個牙齒漏 反正用完齁 有時候用這個都會流血 反正是這種寬的 它用起來比較滑順 所以基本上 不太會傷到你的牙齒 而且寬的還有一個好處 你伸進去牙齒之後 你一拉出來 它就基本上把 污垢、髒污都拉出來了 細的話 你要這邊尻老半天 左邊、右邊尻 所以雖然這個牙線 比較貴 可是因為它品質好 所以 我還是推薦給大家 我還是會買 這個牙線是因為 我之前一直沒有去好士多 所以只能去全聯應幾下買這個 不然我平常也不會買這個 這個也要50塊 這個差了20塊 結果好用太多了 好嘞 下一個跟大家介紹的這個是 柯克蘭素口水 這個三罐 一罐是1.5公升 三罐總共是369元 換算下來的話 100ml 只要8.6塊 大家覺得很便宜嗎 應該還沒有感覺 那我舉例全聯的給大家聽 不過去全聯看過很多那種 李斯德利嘛 蘇阿樂啊 很多各大品牌的素口水 100毫升平均都要22塊以上 結果好試做這個硬生生 自由品牌 100毫升了 就只要8塊多 便宜了 快3倍 太誇張了吧 而且這台是美國的進口商品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打開 送給大家看一下 這罐一罐1.5公升 可以看到它非常大罐嗎 就馬上才可以給大家看 而且這一款呢 它有標榜說是 美國牙醫協會認證的 打開呢 它這個應該就是一個涼杯 這差不多就到半個瓶蓋 可以看到它就是這種淡藍色的 好現在馬上把這個 素口水乾掉 欸我覺得這一款素口水不錯欸 因為其實我之前用過李斯德利 還有其他很多素口水 不然說它每次輸進去的時候 就覺得太辣了 可是我覺得這一款 不管是香味還是刺激度 我覺得都非常不錯 首先大家過門 來接下來開箱這個刮葡萄 這刮葡萄非常非常厲害 這這麼大包裡面有26魯 加上多少錢 加上才189元 所以等於裡面這一支 只要7.27塊 超級的便宜 這一款其實我已經買回來打開 已經用了一陣子 我覺得超級的好用 所以才推薦給大家 大家可能就會懷疑說 那這種單包裝的輕便式的刮葡萄 吃不好用 可是不會 等一下依為各位解答 我們先來講一下一般全聯的價格 大家如果在買刮葡萄的男生就知道 其實刮葡萄一支 一百多兩百多三百多多有 就算你買那個刀塊 你還是花久了要換刀片 那個刀片一塊也是五十塊上下 你如果不換刀片的話 你會看很多人 嘴巴這邊胡椒的地方還有下面 容易長痘痘 你知道那是為什麼嗎 因為刀片要換了 你沒有換 結果它刺激到皮膚就容易長痘痘 所以有些人整個臉都不會長痘 就是刀片這邊會長痘痘 那個就注意一定要換 而且如果你刀片不夠力的話 或是它沒有那個凝膠塗層的話 它會把你的皮膚刮流起來 非常恐怖 馬上打開給大家看 這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它裡面就是總共有二十六入啦 一支平均這七點多塊 其實我有去全聯調查過這種 輕便型的刮葡萄 這一支都還要十塊以上 而且重點是十塊的那種輕便刮葡萄 它也沒有這個特別的 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維他命E的塗層 它可以保護你的皮膚被刮傷 它還有附這個塑膠保護套 而且我覺得這種單包裝的好處就是 像我們學生嘛 我有時候去台北玩 有時候去高雄玩 有時候去同學那邊借助 隨時要使用的時候就帶一支去 而且這一支呢 我自己使用下來 一個月喔 它其實都還是非常利的 而且凝膠塗層也是在的 而且還有這個 一鍵清洗 你看這個地方白色的 按下去 它會把刀片撐開 那就可以把裡面的胡扎全部洗乾淨 所以非常方便 可是我覺得最厲害的是這一條 綠色的維他命E潤滑條 外面的一般輕便型的刮葡萄刀是沒有這一條的 那我現在馬上就刮給大家看 不然講這麼多 大家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支是舊的 可以看到它上面的維他命塗層 變得比較少 這一支已經用了快一個月喔 這個用了一個月之後還是非常好用 刮起來非常滑順 那一般的話 我刮鬍子的時候是不會買刮葡萄的 買刮葡萄又要浪費錢 然後我們客家人的 我可以又浪費錢給刮葡 到底多客家 所以我就怎麼做呢 我說是洗臉的時候 洗澡的時候洗臉的時候 或者是早上洗臉的時候 先把臉弄吃 弄吃完之後用洗面乳 用一點洗面乳搓出泡泡 正常來講話就洗整個臉 可是因為洗整個臉 我看不到鏡頭 沒辦法跟大家解釋 所以我就 我不在我需要刮的地方 我基本上長鬍子就走 下面這邊還有隨便 所以我其實不太會長鬍子 說實話 我為了拍這個影片 我還四天沒刮葡萄之後 大家看到我這麼用心 幫我點個讚 支持我的動力 來來 這個刮葡萄嗎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點小鬍子 這個輕輕輕輕輕的就好了 可以看到刮掉了 下面黑黑的一點點有沒有看到 通通不記得 刮得乾淨流流 這一隻超級好用